尚不禁要问 来那些看评论区 你们看评论区 说话带点刺的 沾点阴阳怪气的 三无小号 没作品 没头像 名字随便取 甚至有些在贼敷衍的 用户三 三七八六 五三七一的 整个老私密小号 力求啥 力求互联网说话 不负任何责任 今儿站错队了 明儿说错话了 我主打个不负责 你求像这个是 来找条鱼 什么活找条鱼 我还听得到 能听得到你说 就是 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就是有些问题 不是很清楚 你是个正常人 你这个 你多于强调这个话 我这是上来 我也没说谁是不正常的 因为主要你这 全是 我劝你 从现在开始别看弹幕 你就截止到现在 他们也够喷你的了 你就先说你是什么事吧 感谢苹果造鱼跑车 之前看你欺骗你说国力出去之后骂凉的 然后再回来 出发表情 就关个三五天就行了 没有三五天一说 是最多三小时思想教育 就以后少出去干这事 这事是咱们大家的事 那国外呢 那国外如果做同样的事 他们出发什么情况 没有 其他国家我不知道美国没有 美国多移民国家 美国多移民国家 像我说的是 他不管你几个本 他不管你是几重国籍 就他那是一个 人家是个联邦国家 人家是个移民国家 移民国家啥干净 没有本地人 本地人脑挖皮都让人撸霉了 你这段历史不知道吗 没有本地人 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 他也是嘴上说着很烦 很讨厌 但也平时也做一些小讨论 然后就是中国在这方面 就比如说你直呼 什么领导人名字 或者在公众场上 也管得特别的严重 不是不是 你只是在互联网平台 你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东西 互联网平台有平台的规则 你明白吗 在你注册这个账户的时候 即使你是双眼怪 即使你是个用户上双眼怪 你在注册的时候 你也得点 这是平台的规则 你要真有这个想法 你别着急说 你要真有这个想法 你说我能不能讨论一些敏感的事 我能不能讲谁的名字 你上大马路上去 你看有没有人管 你看你犯不犯罪 他不是犯罪 顶多说你揉乱治安膏 你以后别这么喊 你干啥呀 你啥事啊 对不对 你就找着大干妈 大干妈也是这个态度 你干啥呀 你咋的了 你精神不正常 你正常的话 你有啥 你有啥诉求 是哪是你吃着亏了 还是咋的了 对不对 你总不能 你总不能像美国 是你给葛家扬言 你看这回 这回这个金毛子 人家帮一下打耳 打成一只耳了 那前一阵 那都新闻不记得了吗 葛家扬言 要给尿不死整霉的 直接让佛波勒 给床上镶墙上了 给床上镶到墙上了 好几个人 一缩的花生米 给镶墙上了 那你要论 你要论自不自由的话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是你可以讨论 但你不能骂 你骂是两回事 你那是侮辱 你那是谩骂 谩骂就正常 咱俩普通人 就知道你甭管我是谁 我谁也不是站马路上 你骂我可以吗 我正常 我要报警的话 不一样抓 你不扰乱治安吗 对吧 那是两回事 言论自由 不是体现在骂上面 是体现在 你可不可以讨论 你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的 但你说平台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敏感词 平台是商家 他不是国家 这问题我们讨论八百回的 平台是商家 平台这是个烧烤店 我还那句话 抖音是干嘛的 它是记录美好生活的 你卖货也好 PK也罢 它是一个娱乐平台 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在这 折跟头打把势 你落下这些东西 与它的整个slogan无关 对吧 你是今天吃冰淇淋的 上游乐场了 你记录这个行 你非得在人这个地方 折跟打把势 扯这个 你就不等于上烧烤店 你非要抽冰猴 你非要识朗诵 你吃你的串也得了 吃不起厨去站 在门口看的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嗯 还有还有就是 有点不懂啊 就国内他特别看重 中医这一块 就之前就口罩嘛 也是两号清闻 你前面你前面这吧 不多余套了 哥们 你这仨话题 没有一个正常人关注 你别说 我就是我就不懂 我来问的我不懂 我确实自己想不明白 所以呢 那两号清闻 中神药这种药 他也没有一个什么 合作用之类的 他写不出来 但是他 你别给我这秀智商了 就这个话题 一会儿你去找 我关于中医的切片不少 如果你在你眼里 中医是拿防粮灰 吹到鼻子里面 起什么作用 如果在你的眼里 中医是这个 那我都 我是属于对牛弹琴 明白吧 如果在你的眼里面 你要说 医学是需要一个 临床过程也好 怎么着也好 莲花清闻也好 它里面下面中神药 中成药是中成药 中成药下面的成分 比如 我说这个东西 吃东西清热 清热就是清热 就像你喝广东凉茶去火 是一个道理 清热就是清热 清热就是效果 你说 我怎么证明它清热 它从什么渠道 去证明清热的 哥们 那我借用郭德纲以化 WiFi看不着 它就没有 对吧 那你诊断的时候 需不需要清热 就是医生说 你话上说 他就给你开 就是 那你为什么需要清热呢 这也是医生给你说了 是吧 对啊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治病的理念 就好像 我跟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好像现在 你脸上起痘了 你到美容院 有美容院的说法 你到医院 有医院的说法 你到中医中医 有点中医的说法 没错吧 你看谁能给你治好 不就得了吗 你到美容院 光光全给你挑了 给你挤了 完了一周去几回 他能不能给你治好 还是说 你到西医那边 说你啊 你这叫皮下 皮下什么刺激神经 什么浪马气 他能不能给你治好 还是你回去喝两副药 他就好了 你身边 你自己去问问 你打拳打拳 你现实脸上包 应该也不少吧 这我 我知道 我啥你 啥你直不直 我只是盲彩 哥们你又没露脸 我就问你 是不是现实脸上包 也不少 之前有 现在好 对 你去问问 你看看人家周边的 你说吃哪个 能给你一脸大包吃下去 他到最后 他把他吃中药 他有他存在 他有他存在的价值 但不是确实不能 我跟你 这包括西医 包括现代医学和古代医学 你很多人讨论中医问题是啥 是分不清 究竟问题是中医还是西医 还是现代医学和古代医学 这是四个方向 这不是两个方向 不是中医就代表古代医学 西医就代表现代医学 这是四个方向 西医有他西方的那种治疗标准 和他的这个整个 整个约定俗成的一种治疗方式 你比如说 一八几几年的时候 放血疗法 他不是他们的疗法吗 你就 我是时间长了以后 疗成知识主播了 当然也是从前面无数次滚刀 老粉都知道 我今天跟你们讲讲 西医放血疗法的时候 是什么 是什么理论呢 欧洲皇室贵族 哪个不是追捧 他的理论是什么呀 对吧 你确实有很古怪的 我们里面切水也记了 那你说房梁辉 说刚上吊的人 拿房梁辉能救 那小子说的 之前有个说 《本草纲目》里写的 我这就扯了吧 你听着也很无稽之谈 有道理 有道理 房梁辉相比于地上的灰 要更干净 因为能飘到空中 可以这么理解吧 颗粒更小 然后 刚刚一死之人 就说白了刚断气的 你给他往他鼻子里吹 为啥 他呛的话 他能一口就 就起来 他比地上带来的灰危害小 而且更容易钻到你 你的肺子的身形细胞末端 但是你说这玩意能不能当 能不能当一个 有没有有效医学去验证 验证不了 我还专门找几个人 去自杀上吊去 完了回头给他们催一下 不行 但他有他的道理 包括放血 你说他不科学 他也有他的道理一样的 但这是什么 这是古代医学 古代医学和现代医学 讲的是区别什么 区别是所谓的 现在西方制定标准 临床 临床什么概念 就是你滴了一百个人出来 有这毛病的 我给你试 一百个人有效率有多少 这就涉及到很多 非常专业的问题了 比如你是个国药准字 你是ODC红色标识 你是绿色标识 你有效率又达到多少 比如说 我给你们说个最简单的 市面上一百种感冒药 每个人说我感冒了吃啥 给推荐给你 你吃一定好使吗 不一定 你感冒了吃啥好使 你推荐给别人好使吗 不好使 就说明什么 你不在那个有效率人群内 所以说任何医术 包括任何药存在 都有它的必要 只要它有效 只要它无毒 说白了 你要想证明说 莲花青红有没有效 你可以不证明 你说这清热 清个屁肉不用清 你能证明它有没有毒 它没有毒的话 如果它叫一种药 有人吃它有效 那就是药 就这么简单 你西医反过来推 走临床不也是如此吗 你找这一百人 百分之三有效率 这一百人刚好 如果没有那仨人呢 所以这药就就没效了 继续做临床吗 懂了吗 嗯 还有问题就是 村里面是不是没有那种 离岸资金 那个离岸资金的税务 不离岸税 你啊 四个问题 纯患者 你纯患者 你给这嘟了个大嘴唇的 你觉得自己 好像那个挺理智的 你天天能刷着这些东西 已经证明你是什么人群了 哥们 离岸资金 哥们 钱我告诉你 首先啊 首先钱进我兜里头 今天我是张三 我挣一百块 我进我兜是怎么挣的 如果我每个月都是四千九百九十九 那我是不用交税的 不到几征税 对吧 我如果超过五千 每个月我挣长多少 我进到我兜里面的钱 是正常 正常收入 这是我账户里面合法的正常收入 我拿着 我上美国旅游去了 我上欧洲 期待数去了 我乐意上哪 上哪 我乐意干啥干啥 这是没有的管的 哥们 你想要啥 就是我现在穿一百块钱 我工资攒了一千五百块钱 我想上趟泰国 我想吃 我想吃两碗面 砸在除息之前先扣三百 你是啥利益能力啊 你这些前提 就现在在国内的税务 问题就在这了 问题是我这个钱 我这一千五百块钱 拆兜里面是怎么拆的 我该交税 我交没交 这是问题 对 就是税务 那你听到 那跟离不离岸有啥关系 就是看你收入合不合法呀 没错吧 所以说 就国外他就有离岸税呀 他就是这样 那肯定的呀 那你正常 你正常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身边就有这种 在美国 他是美国公民 然后呢 他在国内挣钱 挣钱了以后 要不要咱把我们本地交 要交的 到美国说 比如说国内收五个点 美国收六个点 差价你也还得补 你到哪 你到哪 你收入要合法的话 你得符合人当地的税收政策呀 对不对 你这话题 不用再给这带了 我说白了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选手呢 就是把互联网上 你现在一打开互联网 每天都是啥呢 十三个人职不见 六个人职不见 三十五人职不见 你操操八伙 能过一百人职不见 玩发泄作品 不要 就像胡律师前两天说那个 不要再沉迷中国历史了 要看看世界文明 你天天开打开抖音刷的全这碗 我个人建议你 给号注销了 你号费了 号注销 重新刷下 这个事情 对 这世界很美好的哥们 不是就你眼前那些狗血和那些驴马烂子 那些驴马烂讨论的话题 你也只是听个一知半解 其精髓 你是狗屁不懂 对不对 所以说我告诉你远点删了 把你那个账号抓紧 给他注销掉 然后按喜好抖音里面 按喜好推荐 给他关掉 把他卸载 重新再下载一遍 重新做人 做个正常人 看点叽叽向上 乐观的 看看人家小猫小狗 讲话人家小猫小狗会说人话 像个人是得活着 别一天就是 我出生就讲话 你那个父母就眼睁睁看你 我就要做那个冰箱 后面嘎啦里面的蟑螂 我就见不得关 我就张嘴 读了个大嘴 我就问 我是张三李四 你也不用管 我就男人给我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哪个话题 你在我面前能带得出第二句的呀 你哪个话题 不是一提后面 帮帮帮帮帮就给你毒死 我这一年见的这玩意 比你头发都多 哥们 我一年见的像你们这种东西 比头发都多 听懂了没有 三号重练吧 抓紧吧 啊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